哈喽各位旅行者们大家好呀我是鱼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小技巧吧 这些小技巧可能对模型有一定的帮助 老玩家们如果还有哪些技巧要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分享出来呀 一奇怪的标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标记 当我们靠近传送点或者是任务区域时 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标记 有时候在上方有时候在下方 这就代表着传送点处于自己现在位置水平线的上方或者是下方 我还记得当初刚到蒙德城的时候 骑士团上方的传送点可让我好找啊 二 风种子 提瓦特大陆上有这样一群可以随着角色漂游的精灵被称为风种子 收集三个风种子之后就可以产生风场 还有一种方法也可以利用风种子产生风场 那就是使用风元素的角色 当角色身上存在风种子时 使用风元素技能就可以产生风场啦 三 按压板 按压板分别两种 一种是小的按压板 只要站上去就可以激活效果 另外一种是大的按压板 站上去不可以激活效果 只有使用炎造物才可以激活 萌新们可以使用炎主的技能进行激活哟 四 七天神像 当角色死亡或者是残血时 可以靠近七天神像进行回血 和七天神像对话 点击神像的恩泽 可以更改回血的百分比哟 五 仙灵 探索大地图时 我们会看到这种没有仙灵归位的仙灵座 向四周望去 也看不见仙灵在哪 这个时候我们在仙灵座的旁边 打开元素视野 就可以看到提示了 只要按照这个提示的方向走 很快就可以找到仙灵啦 好了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还知道哪些小技巧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让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